我来办 学长 这 这能什么 行啊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更转远之 学长 那我 我那份 那就算了 你坐下 理财 咱可不能让我们长进啊 要学会 有大局观 你不拿 我怎么拿 我不拿 耿专员怎么拿 耿专员不拿 你我怎么进步 我没进过这样的事 我以为 这 这似乎 不妥 没经历过呀 那说明 我来严禁县之前 你没有受到重用 想不想继续 受重用啊 想不想 还要重用别人呢 我告诉你 在政府里面做事啊 要懂得 这个关系 要抓紧 加入到 这个关系 里面来 嗯 从 从乡 到线 从线 到绳 从绳 到 这就像 一张网 会吐丝的 就在这网上了 不会吐丝的 咬唧 倒下去了 你猜 我要恭喜你 恭喜你 从今天开始 你已经 在这个 网上了 大家好啊 大家还记得 就是河南水灾的时候 就七月份的时候啊 我曾经做过 就是几期 关于河南水灾的视频 里面谈到过就是地铁五号线 谈到过京广路隧道 我当时就是说 啊 这个郑州的 郑州市的市委书记 他叫徐立毅 啊 有可能被免啊 其有可能是什么 就可能是被 会被追责 就是因为这个水灾啊 呃 结果 现在啊 他的确是被免职了啊 那么现在国内的新闻 他说是什么 就是郑州市市委书记 徐立毅被免 就这个标题出来之后 你如果点他的链接进去 但国内新闻是给封的 啊 啊 国 就是国内的新闻 那他是啊 等于全部全部和谐了 全部四明四了啊 啊 现在就是说外面的新闻 就是说国外的新闻 他说什么 徐立毅被免职 他是河南省副省长啊 费东斌接任 就是杭州市市北书记啊 被免职的原因呢 啊 我个他们就是外传 说因为720这个暴雨 还有8月份的疫情 就是7月份的暴雨 和大家知道 那郑州水灾吗 啊 还有8月份水灾完之后 然后郑州 那个第六人民医院 那不就发生疫情吗 对不对 啊 还有呢 另外一个 还有传就是跟杭州有关 也就是跟周江勇落马有关 啊 到现在 就是还还不得而知 啊 只能就是说 坐等他们官方那个通告啊 徐立毅他是在2019年 就是到郑州去任职 他是典型的枝江新军的议员 他曾曾经做过就是宁国的水利局的局长 按理来说 对这个治水 对这个治理水灾 他应该不陌生啊 但是在郑州雨 就是雨灾 就暴雨这一次的表现呢 他没有做出来一个就是曾经认过水利局长 应该做出来的就是那种水平啊 没有表现出来啊 一个水利前水利局局长的这种水平啊 那么现在就是说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徐立毅 我为什么个人倾向 就是他可能 极有可能跟温州那边有关啊 徐立毅 他是没错 他现在就被免职 他在任上是吗 他是郑州市的市委书记 可是他连续35年 他可是在浙江 他是典型的一个浙江的本土官啊 这个周江勇落马以后呢 就是我当时做的 就是另外一个人物 他叫陈伟俊 但是我就是后来我没有做到 做这个徐立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是给忘了 还是没有时间了啊 这个徐立毅 他是的的的确确是一个35年在浙江啊 他工作了35年 他是一个浙江本土官 2019年才调到就是这个郑州 徐立毅 在调到郑州之前 是跟周江勇搭档 主政杭州的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徐立毅调走了 周江勇上来了 然后他们在 他在跟周江勇搭档 主政杭州以前 他2016年到2018年 连续两任的温州市委书记 徐立毅 他是到这个温州任这个 到郑州 但是市委书记 那个时候官媒 他是这样宣传的啊 他这样报道的 他说徐立毅主政渔航 GDP全是第二 那么主政温州呢 他又大力拆迁 力破半城化 中央能够从经济发达的省份 或城市调任一位 就是领导主政郑州 为这座千年 就是商都的腾飞助力 所以说这次徐立毅 他2019年到郑州的时候呢 基本上中央 他是认为 就是你在搞经济方面 还是有一定能力 一定水平的啊 所以给你调到郑州去 看看把郑州 能不能这个经济发展起来 那么今年8月份 周江勇落马以后 微博上 有很多人聚焦徐立毅 徐立毅 微博上面评价 一边倒的 知道一边倒什么 就是说 徐立毅来了河南以后 就杭州很多基建公司 在郑州业绩飞升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是说 你看他来河南之后 他搞一些基建公司 他不用就是河南本地的 他用杭州的那些 就是基建公司 大家明白 这里是为什么 没有好处 我为什么要用你外人 是不是 就好像那个 陈佩思演那个小品 对吧 那就没有点什么好处 他说没有好处啊 队长 别开箱 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谁投降啊 对不对 他一个小村 做这个美化 就是绿化植被 愣是找杭州的公司来做 你看 从杭州来郑州的领导 把郑州所有的马路折腾一遍 大修花坛 杭州施工队中标 郑州一百多个工程 当时郑州人民亲切的称这个徐立义什么叫花坛书记 就是再大的灾难都挡不住 市委书记修这花坛 大家明白这里面的各种奥妙了吧 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 这都是在这一张关系 关系网上面的 你如果要 就是你 你想拿钱吗 对吧 你拿了钱 你就在这个网上面 你不拿钱 你就是不在这个网上面 这个就是 都是 就像我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 尽管是他现在主政 就是郑州市 但是他是 他是浙江过来的官 所以他需要浙江那边的支持 干嘛呢 大家 大家也都明白 中共这个关 中共这个关系网 大家现在 大家现在明白 就是说这个 徐立义 他这个 现在被免职 到底是被免职 还是被撤职 现在国内这个新闻已经404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个应该是跟 这个应当是跟 跟那个杭州那边 跟浙江那边 周江勇落马有关系 当然了 我这 我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 当然 也许两者兼有 7月份的暴雨 他他要负责 然后8月 8月份的疫情 他也要负责 再加上他自己 跟杭州那边 跟周江勇的关系 还有跟 就是浙江官场之间 那种微妙的关系 跟这个浙江 浙江官网 这边微妙的关系 所以说这一次 我个人觉得 可能中纪委 一定要 要把它拿下 当然这现在 还没有官宣 国内说是免职 但是现在国外船是撤职 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 两者 兼而有之 这是河南 郑州市的市委书记 徐立义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 我主要是讲什么 就是说这个中共 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官场里边 实际上就是一张官网 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官网上面 就像我刚才开头那个视频里边 就是那个 人家讲的就是恭喜你啊 你已经在这个网上面 李雪剑老师 我特别喜欢看他的 就是演的那个 就是电视剧啊 还有电影啊 我觉得他的演技 真是如火 如火纯青 演什么像什么 好 这道事到时候 这道事到时候 我看你了 感谢观看